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0日 2016加拿大青少年创意绘画设计大赛 在温哥华圆满结束 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 及获奖作品巡回展览开幕仪式 这次活动历时四个多月 共收到来自加拿大、美国和中国将近800幅参赛作品 卑诗省议会副议长李灿明 本拿比代事长王白进等300多位嘉宾 美术界人士、教育界人士、学生及家长出席了活动 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李灿明、王白进等嘉宾高度评价大赛对孩子教育的贡献 大赛评委、劣质文士艺术服务部负责人Liso Jack 对此次参赛作品也给予高度评价 对孩子们的创意和表现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赛组委会主席安建军介绍说 为了给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提供更大的舞台 比赛除了传统的平面绘画类别外 新增加创意设计项目 包括插画设计以及工业和时装设计 实际上创意设计这一块就是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从喜欢绘画 再到走向设计这个岗位 或者甚至走向设计这个学院 省议会副议长李蔡明同时表示 政府非常支持青少年的创意活动 市场里面有一些切记的奖的 每年都有一些奖号 就发出去关于切记工业 尤其工业机会 本次大赛由北美青少年文化艺术基金会 NPC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 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国际文化传媒交流总会 今日加拿大传媒集团协办 有志于设计专业的年轻朋友 可以充分展示他们的无限创意 创造出实用时尚 而具科技创新的产品